日本和南韓就困擾兩國關係的慰安婦問題 達成歷史性協議 日方同意出資10億日元設立援助基金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南韓總統博錦衛 在協議達成後通電話 安倍再次為慰安婦問題表達協議 張培斯報導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首爾的外交部 和南韓外長韻炳勢 商討解決慰安婦問題 兩人閉門會談了大約一個小時後 宣布達成歷史性協議 安田文雄說 日本政府承認在慰安婦問題上負有責任 The honor and dignity of many women was hurt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during wartim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feels responsibility for that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the honor and dignity of the 另外雙方同意成立慰安婦支援基金 由日方出資10億日元 兩國政府將會合作開展恢復受害人名譽 撫平他們內心創傷的各種項目 但日方強調出資並不是賠償 安田說雙方確認 這是解決南韓為安婦問題的最終協議 不會改變 兩國今後在國際社會保持克制 避免互相指責批評 尹炳世說假如日本履行責任 這份將會是最終和不可逆轉的協議 她又說將會努力與相關團體協商 妥善解決日本駐首爾大使館前 象徵為安婦的少女像問題 南韓總統朴錦衛隨後在總統府青瓦台 接見岸田文雄 她說期待兩國都能接受會談結果 促請日方盡快落實履行協議內的承諾 有助恢復兩國正常關係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說 解決慰安婦問題是一個歷史性的成果 為令日本下一代不用背負歷史包袱 決意在二戰結束七十週年 為這個問題作出最終和不可逆轉的了斷 同時為兩國開啟一個新時代 安倍在協議達成後 和朴錦衛通過電話 安倍表示 對為安婦所受的痛苦和創傷感到十分心痛 並表示由衝動協同反省 朴錦衛說希望雙方在這次協議基礎上積累互信 為開創全新的韓日關係緊密合作 NOW TV 記者張沛詩報導